在雄性缅甸蟒的身上安装上追踪器 为的就是锁定已经怀孕的雌性缅甸蟒 这些缅甸蟒最终会被安乐死 而雄性卧底蛇则继续潜伏 美国人这是要将缅甸蟒赶尽杀绝 缅甸蟒到底做了啥伤天害理的事 缅甸蟒在我国是一种保护动物 不能打也不能杀 在美国则遭到人类疯狂捕杀 甚至对已经怀孕的母蛇下狠手 美国人这是想让缅甸蟒消失 其实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消灭怀孕的雌性缅甸蟒 这是减少缅甸蟒最有效的方法 任何动物泛滥成灾都不是好事情 更何况是这种随时都能让人丧命的蟒蛇 如今的缅甸蟒在美国已经多达30多万条 其实一开始 缅甸蟒在美国的处境还没有这么艰难 美国人对它的态度也十分友好 它是被当作宠物饲养的 缅甸蟒虽然体型巨大 看起来危险又吓人 但这是一种胆子比较小且 攻击性较小的动物 由于身上的花纹独特 一开始 美国人将缅甸蟒当作爬虫饲养 但随着缅甸蟒一天天长大 美国人对它的热情也慢慢减少 缅甸蟒可是目前现存的体型最大的蟒蛇之一 仅仅一年时间 它们的体长就能达到2.1米 食量巨大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这让很多人负担不起 于是纷纷将缅甸蟒放生在野外 说到底 美国人现在如此努力消灭缅甸蟒 其实也是它们自己造成的 杀蛇取卵 对怀孕母蛇直行安乐死 美国人为何如此痛恨缅甸蟒 当时不仅仅是美国富豪 喜欢收集各种外形出众的缅甸蟒 就连普通民众也纷纷饲养 但在饲养前 完全没有考虑到 它们的生长速度有多快 任谁看到三四米长的缅甸蟒 都会感到恐惧 缅甸蟒的主人 就将它们放生在野外 不过 这只是造成缅甸蟒泛滥的一个因素 当时美国还有不少养殖缅甸蟒的养殖户 1992年 一场飓风摧毁了这些养殖场 缅甸蟒纷纷逃窜到野外 从此以后 像是找到了自己的快乐老家 栖息在佛罗里达州的环境下 这里的气候环境 完全可以满足缅甸蟒的生长条件 不仅有足够的食物来源 还没有任何能对它们的生命 构成威胁的天敌 在这样的前提下 缅甸蟒开始在佛罗里达州疯狂繁殖 一年就能产出几十颗蛇蛋 人们一开始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直到发现缅甸蟒已经严重影响到 人类以及小型动物生存的时候 佛罗里达州的缅甸蟒数量 已经多达三十多万条 不管是哪种蛇 都是让人惧怕的存在 当地人曾在佛罗里达州 发现过一条长达五米多的缅甸蟒 这样一条缅甸蟒 足以对人类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 而缅甸蟒的体型巨大 食量也很大 在它们的生活区域内 小型动物的数量已经逐渐减少 而美洲豹等动物也受到了牵连 这些动物需要和缅甸蟒争抢食物 缅甸蟒是食物链顶端的存在 从它们口中抢食 实在是难上加难 正因如此 美国的本土生物也在不断减少 为捕捉雌性缅甸蟒 在熊蛇身上安装上追踪器 去锁定雌性的位置 这些雌性缅甸蟒 最终都会执行安乐死 利用雄性锁定雌性缅甸蟒这种方法 帮助有关部门捕捉到不少怀孕的缅甸蟒 他们曾在一条缅甸蟒的腹中 发现122枚蛇弹 一只缅甸蟒的繁殖能力尚且如此 更别说30多万只了 美国大量捕杀缅甸蟒 也是不得已的行为 早在2012年 美国就已经禁止进口缅甸蟒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赏金猎人 在正式捕捉缅甸蟒之前 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培训 随后才能去捕捉缅甸蟒 不过 这种方法效果并不理想 在2016年 曾有一千多名猎人 暴名捕蛇大赛 但最终只捕捉到106条 显然 仅靠人力 是无法在短时间内 消灭大量缅甸蟒的 也有人提出 利用生物防治和设置陷阱等手段 捕捉缅甸蟒 然而这些效果都不理想 美国人在消灭缅甸蟒这件事上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缅甸蟒在美国成为人人喊打的存在 在我国却是重点保护对象 它在美国属于入侵物种 而在我国却是本土物种 数量较为稀少 同时是生态链上非常重要的一环 它的存在 能够有效抑制野猪等动物的数量 是不可缺少的存在 当然 如果缅甸蟒在我国的数量过多 或者失去控制 我们也会有相关措施 控制缅甸蟒的数量 X科普路征稿了